我會講很很 要唱秋的聲音 唱秋喔 就唱秋 他們是直接會翻我的書包 然後把我的書桌推開的 他們有找我出來單挑 對 我整個求說 拜託請原諒我 是我不好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錯在哪裡 就一直到我前面 一直到我前面 像狗一樣的到我前面 真的像狗 你會不會去想要跟自己 或跟他們講學生 我覺得我很謝謝 我跟自己很勇敢 真的 妳要哭了 蛤 謝凱蒂 生日7月3號生日快到了 巨蟹座 巨蟹座 身材170公分48公斤 好瘦喔 還好還好 三圍 32、25、35 職業很多 舞者、模特、啦啦隊、SG Dancer、走秀、平面 廣告、代言、婚紗、網拍、外拍 是不是還有直播主 斜槓斜槓 直播主 現在又有出書了 現在變成作家 一瓶是 PASSION SISTER的謝凱蒂 是元老吉的啦啦隊 入行跳了13年 哇 還曾經想要成名轉旁 到細說台灣 妳有演過細說台灣 超好笑 但是沒有紅 細說台灣不是台語嗎 是台語 可是妳剛剛台語爛成這樣 妳可以演細說台灣 所以我被罵得很慘啊 我被導演直接塞不進 罵說 台語很不好耶 台語很不好耶 就是罵我 因為我一個台詞 那妳怎麼會去細說台灣 對啊 就是為了就是走不一樣的 結果呢妳喜歡嗎 就是 看起來是還好因為還會來挑了 其實我會去拍戲是因為 拍戲也是一種表演 對 因為拍戲其實有時候很誇 對 就是妳會被打說 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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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妳 不是我做的 真的妳要相信我 就是妳 妳這樣是不是這麼平啊 不要這樣 媽我告訴妳 妳告訴我我男 男是什麼 男是什麼 妳會不會動妳是不是 還動我 妳不要動我 妳怎麼這麼快啊 我這個背書 妳好啊 妳好啊 我告訴妳 外面有雙母 外面有雙母 妳這個拍音啊 那妳演過最困難的戲是怎麼樣 最困難的是 被護巴掌 沒有 是在打嗎 因為要護巴掌正常是借位 可是因為 可能是我情緒上面沒有很好 所以導演要求說 請打針 妳說打妳嗎 就是當然打我 就是我要被大老婆護巴掌 我就直接這樣直接省 然後她一省的時候我就哭了 因為吵我頭部會打到我的耳朵 真的哭了 真的哭了 而且演得很好欸 對 她說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要討論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 就是呢 妳前幾年曾經拍過戲說台灣的時候 被土埋的戲 沒想到就是展開了妳的靈異體質 喔 對 被土埋 就是我被殺了 然後人家要密屍嘛 密屍就是要找洞挖 對 然後呢 因為通常找洞挖不會白天 所以那一顆戲是在半夜拍的 就是所有戲 白天戲拍完到晚上 就是快接天凌晨12點的時候 然後道具組他們就是挖好一根洞 就是真的是就是 就是荒郊野挖一根洞 我要躺 我要躺進去 多深啊 就是真的躺 一個棺材 真的很慢一點 所以是有棺材嗎 不會有棺材 因為古代沒有棺材 它就是一個土 一個土就是可以 就是我可以露土的一個 真的是凌晨的時候 對 真的是凌晨啊 我一躺進去的時候 你就覺得 天啊 我第一次看到什麼是露土欸 好可怕喔 一般的人不會躺在裡面 對 而且又這麼濕 然後又晚上 然後那個一吐一撥 一撥到我的腿的時候 我就哭了 然後重點是他們來 他們就為了我按摩 我去凱晨 你真的是不要難過 我們待會兒會包一個紅包給我 然後躺在那邊的時候 我想說 好啦 為了紅包可以 至少給我一個紅包吧 然後我那一刻出來之後 他就說給我紅包 他說 你這個紅包你一定要馬上花掉 因為他是一個紅包 對 然後我就很期待 我就打開 準備要打開的時候 就覺得 欸 奇怪 這好爆 怎麼這麼薄 我真的常用雙數 我說怎麼這麼薄 不對啊 然後聽到 欸 有重量 結果打開 你們知道多少 四百 蛤 就二十塊 驚人喔 怎麼會 就二十塊 我當場我又哭了 欸 這麼小氣 所以應該最少也要兩百塊 然後我可以去大買零食 那一天我就是壓力很大 其實會崩潰 所以我可以買兩百塊的禮食 那怎麼可以二十塊啊 就花二十塊你看 連一瓶飲料就沒了 反正那天我還是把二十塊花掉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拍戲的潛規則 這是一個禮貌尊重 就是給你一個轉運 所以這個潛規 我也不敢去跟導演 他就說 欸 怎麼就二十塊 確實啦 對 那天其實就是 買完東西之後 我回到飯店隔天 剛好我的戲是小 所以我自己就是 就幾個年睡 睡的時候就 大中午我11點 所以你是從那一次之後 就開始會感受到那些 就開始 就開始就是很 很常 就是被壓 有點怪 不好意思我們才在錄影喔 請問一下妳在幹嘛 蛤? 我可以看一下妳在幹嘛嗎 我以為我們那個攝影師很累的樣子 哈哈哈哈 很壞欸 我聽到一個妳說 曾經被霸凌 對 對 因為那時候太出風頭了 那時候我很確定 我是全班最受歡迎的人 因為我去問過其他同學 所以有些可能 你知道 都會有些太妹啊 就覺得說 有些 他們會講 燙秋的家 燙秋喔 就燙秋 他們是直接會翻我的書包 然後把我的書桌推開 甚至 因為我們都是騎腳踏 車上下雪嘛 他可能會刺破我的輪胎 我沒有辦法回家 欸 這個就 這個是很好的 他這個再嚴重下去 就什麼妳知道嗎 黑暗榮 不要 不要啊 不要啊 所以我很謝謝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對我做 那些燙啊什麼 就是 欸那妳真的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因為通常被霸凌著 有可能最後面會 有點想要復仇心態 對 而且可能會自己很憂鬱 不要惡事 因為我覺得他們不值得我這樣 費心力 他們有找我出來單挑 對 單挑 好像有氣 那個叫做定狗屁 來啊 定狗屁啊 很有趣嗎 我已經開始不去 他就嚇很花說 妳還沒來這個 試看看 那後來怎麼辦 我只能去啦 結果咧 結果咧 就是他們約在一個公廟面前 你知道嗎 公廟面前 然後他們一群人 雖然要說要定狗屁 正常是單挑 可是我每個人說 裡面拿個磚頭 蛤 好誇張喔 女生嗎 當然是女生啊 然後一定要做事要打你 沒有啊 他說按住啊 他們就是變成集合成一排鑰匙 什麼什麼按住啊 就是 就是要看我這邊的 可能看我這邊的反應 那妳有一個人去嗎 那妳有一個人去嗎 我當然一個人 因為我不好一直拖累我這邊的同學 欸妳 哇 妳好有勇氣喔 本來就是 所以如果我同學他被被 我們被罷了 也不要拖累我 我不知道這個狀況這麼嚴重 所以我一看到那個磚頭的時候 我嚇到就立馬就倒清 就哭著跟那種求說 拜託請原諒我 是我不好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錯在哪裡 就一直倒清一直倒清 然後像狗一樣的倒清 真的像狗 所以他們後來就原諒你 因為他們以為我很長求 可是其實妳根本也沒一口長求 妳也沒做什麼 對 所以他們看我這樣 他們在打我是不是他們就很 可能自己也沒有什麼成就感 因為他們是要 就是 引起他們成就感的思想想做 可是我已經像狗一樣搖尾其言了 所以他們就 OK好無聊 他已經道歉了 這麼快就結束了 然後就算了 這個人妳還認得嗎 我認得 我甚至做夢還常摸包 他們的名字我都記得 就落印在心 妳會不會去想要跟自己 或跟他們講學生 我覺得我很謝謝我自己很勇敢 真的 妳又哭了 蛤 欸我覺得會哭欸 如果是我一定也會哭吧 真的 妳根本沒做什麼事情 然後大家 我覺得 欺負妳 我覺得我很勇敢 因為我覺得 如果照大家講的話 我可能會恨他們 然後我可能會保護 可是其實我有 就是妳反而是正向正能量 然後 去跟大家講說 真的是不要去霸凌別人 或者是 教大家要如何走出來之後 就是 其實我如果 因為畢竟我道歉了嘛 所以我覺得我的脆弱也幫助到我自己 所以我其實也是個勇氣 因為很多人不敢脆弱 所以我就覺得說 謝謝我曾經就是勇敢的脆弱 哇這個真的是會一輩子的音樂 這真的還寫成書 他寫啊 好準備開始囉 好了 開始囉 在什麼樣的花園裡面 花呀花呀花呀花 種什麼樣的種子 開什麼樣的花 在小小的花園裡面 花呀花呀花 種小小的種子 在小小的花 最大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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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要多張 很累耶 很累耶